我们日前有聊的 金志愿在自己的泰国粉丝见面会现场 她再度大方晒戒指 填翻一众粉丝 不知道是不是金志愿在澳门场的粉丝见面会 把自己的这次亚洲巡回的心意都说了出来 才有了后续越来越放松的心态 她提到 自己能与粉丝们见面 都是因为《泪之女王》这部剧 并且把红海人当成自己妥妥的人生角色 不过到了泰国场 当主持人问道 你觉得自己人生的转折点是什么时 金志愿想了想回复 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就是我收到名片邀请我参加选角的那一天 当时主持人有些好奇 哦 这就是开始吗 金志愿认真的回答 是的 没错 当时我上八年级 大约15岁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试镜卡 并开始参加试镜 主持人顺势提到 你有没有想过收到那张卡会改变你的一生 让你成为今天拥有众多粉丝的金志愿 金志愿想了想说 啊 说实话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 我会怎么样 我以前也是怎么想的 现在回想起来 再想想 看到你们都坐在我面前 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其实在《眼泪女王》爆红后 就有粉丝把金志愿十年前和十年后的机场做了对比 前者略显冷庆 后者人群多到被推着往前走 虽然他曾经说过 自己最想成为围棋骑士 他说 围棋的重点就是要一步一步的下棋子 我希望未来回头看自己的职业生涯时 能成为有很多作品的演员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能形容自己是围棋骑士 脚踏实地 稳扎稳打 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总有一天金志愿的作品履历 也会令人为之惊艳 但其实这一次人气暴涨 我相信都是彻底出乎了金志愿的意料 而这一次 对于爱人金志愿来说 一直都是挑战 从最初决定举行出道14周年的首次粉丝见面会时 他注定是忐忑的 首尔厂少到让人惋惜的座位数 提前数周公开地精心准备 到最后意识到人气之后 整个亚洲巡回的出现 同样的金志愿也曾提到过 比起我这个人 更希望大家记住我全市的角色 我不想在聚灯光下 想慢慢长大 希望我成名的速度不要超过成长的速度 不过这一次 其实一直有着金秀贤在保驾护航 聚播期间的互动暂时不说 金志愿出发新加坡时的发店 也可以不谈 从首尔买票开售前的INS预告 到每场巡回见面会环节的精妙设计 还有不断流出的私服相配 爱优恋歌式的重叠 到台北厂金志愿首次自己演唱类之女王Ost 且大屏内容决定放红海人和白贤右时 金秀贤卡点 有意味的INS更新 他一直在用着自己的方式 帮助着金志愿 接受着突然爆红之后 扑面而来的大众喜爱 而不管是在他的帮助下 还是在众多粉丝的热情里 金志愿的状态简直越来越松弛 当他来到泰国 有着太多报效表情的流出 当然 这也有一部分 需要归功于与金秀贤泰国场 一模一样的主持人的控场 以及娱乐功底 表情变化和反馈 更是让人看傻眼 此前我没有聊 当主持人开口提到 那么我想问这个问题 大家好 泰国是度假的最佳地点吗 粉丝回答是的 他就接着问金志愿 有没有什么地方你想去 或者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呢 结果金志愿反问道 我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结果被告知 他们刚才说骑自行车 金志愿当即满脸问号 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 我们为什么要骑自行车 这里不是很热吗 MC接话 是啊 我们为什么要骑自行车 因为天气很热 天哪 你们真是与众不同 他们其实很关心如何享受泰国 不行就够了 不过其实聊着聊着 金志愿的表情已经有了变化 他明显就是意识到了粉丝们喊话的目的 当然当天的高潮部分 还得是金志愿狂指戒指的画面 当台下粉丝 举着请你嫁给我的牌子时 金志愿却用力地指着无名纸上的戒指 并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在澳门厂 金志愿提到 自己比较喜欢老婆这个词 当志愿要去换第二套造型时 主持人问道 可以透露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吗 金志愿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说道 是温柔老婆疯 主持人瞬间笑出了声 问道 老婆疯 我其实也挺好奇什么是老婆风格的 只见当时的金志愿 傲娇地指了指手上的戒指 当这些发生之后呢 有人说 指自己的戒指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其实 有着太多的形式来表达认可或者拒绝 我们常见的无视 摇头 点头都是这样 如果偏要代入 代入所谓的是答应 粉丝的求婚角度 在娇称对粉丝说戒指呢 并且表情略显有些难易且想拒绝的表情 当还有人质疑这动作的意义时 当初他在剧本研读时的视频被挖出 根据剧本内容 金志愿举起手指着空空的手指 字幕补充 我结婚了 其实他俩真的透明到所有人都清楚的程度 在泰国见面会现场 当屏幕上出现泪芝女王片段时 主持人开心地说 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现在已经出现了 并且问道 在这个故事中 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是四叶草 幸运的象征 我听说你非常喜欢它 你有去寻找四叶草吗 很难找到吗 金志愿回答 是的 我总共找到了四片三叶草 然后我在日记里记了下来 我把它们带回家 压在一本书里晾干 MC 哦 那感觉确实更幸运 不是吗 找到他们感觉怎么样 金志愿 因为是在《眼泪女王》播出前拍摄时发现的 所以就想着在德国可能会发生一些好事 这部作品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结果也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发现了那片四叶草吧 《泪芝女王》完播后 金志愿在接受杂志采访时提到 红海人是像四叶草一样的存在 剧里的海人即使遇到挫折 也很快就能克服 那些样子对我来说就是克服 积极的象征 我想让自己记住 这种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 也能克服的态度 成为拥有力量和希望的四叶草一样的海人 并且从海人身上学到了传达真心的方法 其实金志愿自始至终 都表达了对海人满满的爱 从首尔到现在 在关于重要的角色选择上 都是海人稳稳的第一 并且他还说 每次听到From Bottom of My Heart 我就会想起海人 所以我想把这首歌 献给所有喜欢海人的粉丝们 在这次见面会之后 其实他们两个为期多个月的巡回见面会 也即将进入尾声 不过这次金志愿并没有着急离开 泰国金秀贤来到之后 作为他的第一场见面会 时间充裕的他 在这边待了比较久的时间 看来你很喜欢去吃泰国菜 而金志愿在见面会来泰国 而且和金秀贤又是同一家餐厅 他们一定给了你一些建议 就像我在博客中所说的那样 泰国餐馆有很多 但我们都去同一家餐馆 这次没有巧合 是最满意的一次 要注意的是这还是金秀贤的泡泡 更新内容 与金志愿工作人员 Ns再次对应 来和网友再度对答案 经历里台湾小笼包事件 这次又出现泰国餐馆 著名餐厅里 有十家美味的泰式餐厅 但他们都要选择在 Runcy Fulcana餐厅吃饭 非常坚决 如果是巧合 我反正不信了